第二組什麼劇名? 大耳狗加暴戟 蛤? 大耳狗加暴戟 第二組大耳狗加暴戟開始 第一幕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國家 在裡面有一間學校 叫做動物小學 裡面的學生都是動物 裡面的老師是維尼 有一天小學生來了一位新同學 大家開心的說 有新同學了 為您對新同學說 你可以跟大家介紹你的名字 新同學說 大家好 我叫大耳狗 大家一一介紹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大耳狗不見了 大家從早上到晚上 都在尋找大耳狗 就在大家要放棄食 大耳狗 大耳狗在尋找大耳狗 你怎麼辦呢? 我被媽媽介紹 因為媽媽說不能告訴別人 不然她會打我 我可以去大耳狗 我可以去你們家 家訪嗎? 可以 可以 第二天 維尼就去大耳狗 家家訪 突然 維尼聽到大耳狗的出聲 維尼趕快按下門筆 你 大耳狗 大耳狗走去開門 大耳 你怎麼來 老師 你怎麼來了? 老師 你怎麼來了? 老師 快點 維尼 你跟萬希問 當維尼問到家暴的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白血一直不承認 所以維尼很生氣 你不要再隱瞞了 大耳狗已經照顧我們 你怎麼來 我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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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我不喜歡 我 我不喜歡 我 看到 我 不喜歡 現在 我 還要 點 他 我 你 因為當時我看他會呼吸 對呼吸 我也都不會追他 嗨 隔天早上 謝謝老師你幫助我 從此白雪聽完老師的勸答以後 白雪再也沒有打過大樓 謝謝大家